好吃的好吃的小餐包 小朋友扯開嗓門叫賣 推銷自己手作的小餐包 他們是屏東泰晤國小的孩子 冷風中叫賣餐包 引來不少人願意掏錢購買 別人週末放假在家休息 孩子們卻願意跟師長一起上街賣東西 為的是想一元畢業旅行 單車環島的夢想 從備料到揉麵團 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親手製作 之所以這麼搞綱 就是希望讓孩子知道 每一分錢得來不易 要圓夢就得靠自己的努力 環島被履一個人的經費 出估約一萬元二十位六年級學生大概二十萬元 包含之前存的零用金將近五萬元 儘管還差約十五萬元 但無論籌得到籌不到 這堂課都不算白學 其實單車環島的旅費家長都出得起 只是透過這個圓夢計畫 孩子們不但學會做麵包 也讓他們走出教室與人群接觸 更懂得有付出才有收穫 是教科書上學不到的寶貴經驗 記者張春華 杜云捷屏東報導